外面那个小吃店很少的 都在里面的 东西也比较贵嘛 带香蕉黄瓜 大妈兴致很高 望迪士尼还先准备了水果零食 不过这种没包装的零散食品 之前就已经规定不能带进区乐园内 只能在迪士尼小镇或外围的新院公园享用 现在上海迪士尼更进一步规定 所有食品不管包装未包装 还有酒精饮料都不得入园 非酒精饮料600毫升以上也禁止进入 食物不能带进去 那我们能寄在这里吗 新规定在11月15号已经上路 有些还不知道的民众只能选择花钱寄存 或干脆在门口把食物消灭掉 我有宝宝 有时候宝宝要带一些水果啊食物啊 对我们带小朋友来的就特别不方便 听说里面东西不是太好吃 而且比较贵 所以说我们提前准备好了 之前的确有不少民众抱怨 上海迪士尼的餐饮似乎比较贵 像这样主餐加两个点心两杯饮料 双人套餐就要台币1000多块 如今完全禁止外食进入 有些人之一有强迫消费之嫌 上海迪士尼则表示 这样的规定和大陆的大部分主题乐园 以及迪士尼在亚洲的其他乐园都一样 而游客尽管抱怨不少 但大多表示还会再来 牵涉上海迪士尼的吸引力 上海迪士尼也是全球第一个 首年就达到收支平衡的迪士尼乐园 记者吴清宜报道